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4.6% 2022年 中国政府讲是5%左右 我个人相信会是在5%左右 而且也要把我们的政策空间用好 也要把我们在新经济上面的 技术创新的空间 传统产业上面追赶的空间用好 再加上把一些必要的改革改革到位 我相信今年的经济增长 应该还是会在5% 如果中国经济能够有5%的增长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还会是一个百分点 中国还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 一个主要的动力人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